我每一次上课也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我们第一个也许就先把这个先打开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我这个问题的需求 是希望可以把这三个栏位 把它变在这边 并且用串接的方法 串接一定用end 然后比如说像门号的区码跟末码 这两个栏位一定要三码 也就是前面要补零就对了 那如果不足三码 看差几个就补几个 那怎么样刚好可以差几个补几个 这边可能可以想到用rept 或者是len函数 len就是算几个字 lag就是算长度的意思 那如果不足三个的话 比如两个的话 那就三减掉二 因为算两个 你又补几个补一个 所以这个1的话 那要补几个重复几次的话 就repeater rept就重复几个零的意思 如果我希望串完之后可以长这样 所以这个也许第一列是0911 然后一杠 084 有没有 再一杠 补两个零 007 那把这个放到这边来 那怎么做比较快 放完很多吗 你可以试试看 这边会提也许先从基本的函数开始 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学用VBA VBA的话 比较常用就按按钮 假设我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 它这边全部都OK了 或者多一个按钮 是把这些假设资料更新的 你可以把这些清掉 一个清除 一个输出 这个是第一种VBA 常见的按按钮 或者第二种 就是你可以在这边插入函数 常常会有同学说 老师有没有一个函数 刚好就否我这个功能 叫手机函数 但一定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呢 你就要把它变出来 那怎么变 你可能就需要用VBA 变出所谓的制定函数 所以VBA里面到底主要做什么 其实简单讲 就两个 一个就是按钮 一个就是制定函数 哪一个用的比较多 其实看起来好像按钮会不会用 因为按钮比较直接按下去 它就自动OK 但有些人习惯用像函数一样的用法 那你看每个人习惯 这个没有强制规定用哪一种 反正你效率提高是最主要目的 怎么做我想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OK那要怎么做 这就是我们课程要讲的内容 那我们从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 基本上都大概主要以解决问题为核心 也就是我提一个问题 然后你要把它解决出来就得了 那再来中间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个解答 那中间我会讲一些理论 所以不会以理论为主 那理论是自然因为你做出来你就懂了 我觉得这样比较OK 不然的话你跟你讲很多理论 但是你还是做不出来 这感觉好像有点 太空了 太虚了 我不太喜欢这样 我是比较偏那种眼见为平的那种人 我看到吧 你不要说你很厉害 你要做一些可以让大家看得到的东西 不然的话讲一些空话 对很多就纸上谈片 不然就画大饼 那你要拿出会的吧 现在大家都喜欢你拿出会的东西嘛 不要说只是说一些空的 要真凭实据的做出来才算数嘛 OK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大部分都会以这个实作为主 OK先跟各位讲一下 请各位待会第一件事 帮我下来的话呢 因为我把那个问卷放在云端 这个是用Google的问卷 Google的云端 这还蛮容易的 大概三分钟就可以做完一个问卷 然后呢 大概知道一下 主要是以境界 所以算大家已经算提升了 只是入门 如果你选这一个的同学 你要非常有心理准备 而且你要一定要留下你的mail 我会把影片寄给你 然后一定回去要再花时间复习 至于复习时间的话 你要自己找 那因为我把影片放YouTube 所以你随时如果你有吃到饱 你就可以随时听嘛 带个耳机也OK 所以是反正有空的时候听嘛 OK 那再来的话呢 上课箱还不为主 制定函数就我刚刚讲的 像查诺比克制定 那怎么做啊 其实真的不困难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固定的流程记一下 所以之后的话呢 我会很明确的告诉你 那个步骤 SOP 所以你把SOP记下来 之后照着做就OK了 应该也不算太困难 但是呢 写程式有一个比较困难的点 就是呢 它一定要完美的 也就是它一定要100分 里面不能够有一个错字 也就是你99分也是错了 它就是红色的 不能跑 那就是不能用的意思 所以呢 写程式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要100分 最麻烦的地方 所以你要能够继续 但也不要一直那么紧张 最重要的是你有范本 所以我在云端上面会放了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你们可以看到有个叫云端白板的东西 这个东西呢 会按照我们的范例的12345 所以你将来的话 你也可以1的话找1 然后呢 里面的答案就在这边 比如说我会有一个范例档 那就会有个解答的讲义 那这个讲义的话我放云端 那为什么因为里面的话会有解答 另外的话会有程式的部分 我一定会 我非常担心 因为常常就同学 只要虽然没有几个字 但是一定会打错字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它怎么样 选起来 Ctrl C Ctrl V 就OK了 但是不是叫你只会Ctrl C Ctrl V 不过写程式 最刚开始一定都这样 OK 那只是说呢 你贴完OK也可以弄了 那你把它删掉 重来一遍 先让你知道说 原来这样可以弄了 那我就照着做就OK了 如果有错 你就比较一下 不然的话 你会发现 写程式最麻烦 就是你要光要找错误 那你真的会很头痛 所以与其这样倒不如 我就把程式放这里 就是照着参考就OK了 大概是这样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们跟各位说一下云端 所以刚刚的话 我们在云端上面的这个网址 请各位就是稍微要把它记一下 OK 好 那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情况 然后呢 为什么选这门客 他们都是因为学习薪资 然后呢 单纯对这个有兴趣 所以动机比较是 比较不是功利 另外有九个同学 是因为工作上有迫切需求 真的很多人 工作上不会 这些技能的话 你会很辛苦 发现太多这种人了 而且很多人甚至对这种技术 毫无所知 然后工作上看得出来 都是在土法炼钢 每天都很辛苦的在加班 真的很想要帮忙 可是我发现 还有些事情不能帮 一帮下去 变成所有的责任都变成都在我身上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要想说 要不就来上课比较实战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每次他又打电话 那这样永远没完没完 最好是有系统的学习 像我们这个客人 尽量有系统的学习 好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那为什么 反正六十一 所以网站其实去 这个还蛮 影响力还蛮大的 然后第二多的是 因为同事或朋友的推荐 所以身边也要有好同事跟好朋友 然后透过网站 一个 比想象中还 还有一些是公司安排就来上课 好 那大概知道一下 大概基本情况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课程 所以待会 这些云端的部分档案下载完 那另外的话 我们先跟各位概括一下 就是说这个课程 我大概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是以五大类函数为主 因为我们有八周 所以原则上安排 大概这两周 这个大概两周一周 大概这两周 二二 这点都一周了 所以大概加起来 就是大概安排 时数 我大概原 其他如果我们进度更快一点 也许其他的综合范例 那或者是说 你有部分的范例 你有兴趣 你也可以再提出来 好 让我知道一下 再不然的话 如果你工作上有类似的范例 你也可以 你想说老师 你可不可以拿我的范例 但你如果那个比较问题明确 然后提供给我范例 当然也OK 我也可以把它稍微改一下 不过其实 我想大同小异 你如果这个会的话 其他应该就OK 那我们这门课的主要课程目标 大概概括一下 其实 主要就是提高效率 你自然就不用加班 对不对 谁想加班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工作能够很惬意 这个惬意是一种境界 这个境界的话 就必须有很多 第一个 你的专业技能 已经超过你的工作需求 对不对 你就没问题 两下OK了 对不对 有的人很紧张 因为他不懂 那你会的人 就会很惬意 对不对 另外的话 因为你效率提高了 所以你也可以慢慢来 反正大家感感激 没关系 你就慢慢来 对不对 最后一刻 下班前 把报表做出来就好 你不能太快 跟老板 老板说 现在时间还早 你再帮我弄一点东西 或之类的 对不对 所以 timing很重要 因为我问过很多东西 你学会这些东西 你效率是 对它提高了 然后呢 然后要装忙 对不对 没有人说 一定要让老板知道 没有那么老实的 我发现大家都不老实 只是我太老实了 因为我以前遇过 我就给老板很多东西很快 他很狐疑说 你跟其他人比 你的效率怎么好太多了 慢慢发现 对好 那我就 之后才知道 原来要慢一点 要带他装忙 我后来发现 有的人是装忙 有的人是真的很忙 因为他不懂 所以我发现 我旁边很多同事 年纪稍微大一点 他每天就很累很忙 后来我都很想到说帮他一把 因为我两下弄好了 OK 所以 这差异其实我觉得还蛮大的 另外的话 其实你有专业技能之后的话 将未来的升迁 跟转值其实就筹码 当然这个不用多说了 其他的话 当然我们课程目标 就是熟悉 那个内建的函数有250几个 有没有 他有分类 那当然我们以理解代替死倍 就是不是叫你死倍 那很多东西 其实你原理知道之后的话 有些函数即便你没有用过 但是你看上面的说明 你也知道该给他什么东西 因为他有一定的规则 OK 所以基本上 我会比较强调这一点 就是告诉你规则 而不是叫你把它背起来 每个地方都有他 很能够理解的地方 都不需要特别去背他 所以有的时候 我很自然就把它做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上面都有提示了 你就照着提示就OK了 你也不用特别去背他 因为背也永远背不完 250几个函数哪背得完 每一个又每一个 长得又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 OK 不过其实里面真的 他有很多提示 你只要大概知道一下 哪怕那个函数我从来没用过 但是我大概看一下 我大概就知道怎么用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另外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的范例是从函数 会先讲比较简单 因为大部分同源能够接受函数 但是VBA恐怕会比较没办法接受 那VBA的话 怎么样可以从函数 刚刚我们讲过了 你可以 做很多公式 然后最后完成 跟一个按键按下去 自动完成 那当然最好写写程式最好 所以后来会写VBA的同学之后 之后再也不行 很多就不要用函数了 感觉好像太没效率 可是这个就过渡期 OK过渡到这边 那我刚刚讲 那个按钮其实就是Sub 按钮按下去 你就写Sub 那如果你要制定函数 那就是Function 所以VBA主要就是Sub跟Function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想要知道这两个 有什么差别 反正我做给你看就知道了 你大概做完之后 你大概知道差异 再来的话 录制具体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Excel里面 有些程式你写不出来 有些VBA你刚接触 你哪会 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用录制的 那录制具体简单讲起来 就是Excel自动帮你写程式 写什么程式 写VBA 可是他写出来东西 会有很多垃圾 或者是说 他应该讲说 他没有很有效率的 在帮你写程式 很多时候是记录你滑鼠跟键盘的那些动作 所演呈出来的程式 那你可以怎么样 最好就是可以自己写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修改成VBA 那我会告诉你怎么修改 让那个聚集录下来的东西 能够看起来更显洁 然后执行更有效率 可以大概这样 方向应该很明确 再来的话 就是学会一些VBA的重要技巧 这些技巧的话 我们要涵盖在这里面 当然我理论 我讲过 理论我不会刻意讲 不过你在使用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这个是变数 这个是回圈 这个是逻辑 其实这三个 如果你会的话 应该可以做出蛮多的变化 而且这三个 以后无论你是学VBA 或者你学R 学Python 学其他的语言 这些都会出现 而且使用的方法 一模一样 只是语法不一样而已 就差别有点像 你讲台语跟讲国语 只是有的时候台语跟国语 转换中间一定会有 不太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表达方式差不多 OK 其他的话 学会什么VBA表单设计 把eSale当资料库来用 另外的话中间我们会串一个 就是快速下载网页上面的资料 不过时间看够不够 如果有些时候不够的话 我可能会略讲 我会给各位当练习 那另外的话 就是后面这些 后面这些 相对的是一个 在下一个阶段 我大概先讲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时间没那么多 因为前面要把它讲完 恐怕就 要不要关机了 OK 那再来的话 目标大概是这样 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简单 因为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 OK 然后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简单 你就Google吴老师 吴老师的前两个 应该都我的 第一个是我的部落格 那我上面的话 大概会放了上千篇的部落格文吧 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我还蛮喜欢分享 会开这个课是因为我太常分享了 所以很多单位看到我分享 就希望我来开课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在很多地方都有开课 原因都不是我丢履历或干嘛的 都是主动找邀请 然后我就去 我想OK 那我就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 所以我这些范例 都是我回想我以前在工作上 我怎么解决问题的一些经验 所以大部分应该可以说是经验分享吧 OK 就是说你要如何能够在工作上面 能够很惬意的工作 OK 所以这里面 那当然不是只有教VBA 其实我教过的程式语言 超过十种以上 因为其实我算是还蛮喜欢学习的人 不能说我好学 我喜欢学习新的东西 我是那种 跟很多人是颠倒了 别人是有新东西 根本不想学 刚好颠倒 有新东西我一定要学 我没有学感觉就浑身不对劲 OK 所以只要有新东西 我就不会错过它 我会把它当有趣 OK 然后呢 所以另外的话 我Google 第一个是我的 第二个也是我的 OK 另外我也算是部落客吧 因为我上面放了超过一千篇的文章 不过最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写文章 因为最近可能又喜欢上别的东西 可能到处旅行 或者是说做别的事情 但后来最近又发现好像也不能不写 因为不写的话 慢慢网路上的人会很快忘记我 所以我最近可能会赶快再多写一点 刷一点存在感 真的有差 因为你没有刷一下存在感 人家就觉得好像慢慢搜寻的结果 奇怪以前整夜都被我洗版了 现在好像后体制秀越来越多了 OK 另外呢 也算是YouTube吧 因为我网路上面的频道 订阅人数已经超过26K了 应该已经27K了 而且我的频道也不止一个 我的YouTube频道可能超过10个 但主要那个也27K了 OK 那还有其他也我创过业 而且也拿过杰出创业凯模 OK 至少可以让公司起始回生 这其实是我还蛮开心的事情 OK 然后目前也担任一些公司的顾问工作 然后也在一些学校担任 就是兼任助理教授 其他还有在各大的推广部上课 然后也拿过一些奖项 奖项的话等等的 OK 最早我是在二十几年前担任程式这些事 code in 写一些程式的 然后这是我拿的奖项 这是教学卓越贡献奖 然后又拿了最佳人器讲师奖 然后又拿了趋势先锋奖 OK 这是前几年的事情 然后还有我的证照目前大概有30张左右 应该还蛮值得骄傲的数字 因为我之前记者问我 我大概有30张证照 而且最近有两张是跟Python有关 最近我拿了Python的程式设计 跟Python的网络爬虫 OK 我有在教Python 所以如果你们对Python有兴趣的话 不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或者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 有蛮多类似相关的分享 但是是非常花时间的 对我来说其实不太花时间 但对一般来说应该还蛮花时间 而且我拿了证照种类还千几百万 以前我还教过AutoCAD 我还教过Solivox 还画过工程 诸如此类也太多了 不过现在基本上主要以程式设计为主 OK 然后证照 然后观看知识没什么好讲的 那再来的话参考用书 我建议 第一个如果你对函数不熟 你可以找一本类似像这种书 这个就是Excel职场函数468招 意思就是这本书里面 它有468个范例 都是跟函数有关的 OK 所以它猜得比较细 它猜九大类 不过我觉得导不用那么细 我是猜五大类 大概够了 那里面的话呢 就类似我的做法 不过它里面没有VBA 它只有函数的解法 那会有个问题就是说 简单的事情用函数OK 但是呢 如果你那件事情太复杂了 太多步骤 公司一大堆 那我建议你干脆写VBA 还比较简单 后面我会跟各位讲 就是有些事情 简单的事情函数 你把它解决掉 但是太复杂的事情的话 我干脆建议你用VBA来写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类似像这些书籍 如果这些书籍 你现在记不起来的话 我在云端上面 你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就是讲义 讲义里面这边 我刚刚放的讲义 我刚刚讲的东西 其实这边也有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这边其实也有参考书目 这边都有 有部分是有改版过 大致上次了一同的 OK 那其他的话 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文字语之下 所以请各位第一个 开启第一个范例 所以把范例档下载 开启这一个 试试看 就是这个该怎么把它完成 那如果你不熟REPT LEN的话 你可以切过来 REPT 试试看 LEN在这里 算几个字 对不对 另外的话还蛮多 就是切割 比如说你要这一串字里面的 哪几个字到哪几个字 那你可以配合什么 MID中间 MID MID中间 或LAPS 或WRITS OK 大概这几个 也许你可以乱乱看 然后我们再来看 首期函数 该怎么做 那也许我们可以用ECL函数 或者再来我们可以用VBA 那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原则上的话我们会用那个范例的方式 把范例当核心 解决问题当核心 然后逐一的把我们可以用的方法用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解决问题 所以解决问题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唯一的标准 唯一的标准答案 你可以有很多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哪一个最好呢 当然关系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最有效率 你可以自己再选取一个有效率的做事方法 另外的话有效率之外 恐怕要想想看怎么样学习会最简单 那我讲的VBA尽量会不要让各位有太大的负担 所以城市虽然很困难 但是呢我们会用比较简单的方法让各位明白 OK 然后最重要你要熟悉那个步骤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开启那个第一个范例 那待会呢我们就按部就班 来 再来